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爱因斯坦上集 爱因斯坦是20世纪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 他的传奇故事奇妙又曲折 著名的相对论打开了人类的眼界 让我们对于宇宙万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大物理系高永泉教授来到现场 高老师您好 佩玲好 各位观众好 爱因斯坦一般来讲 我们一想到他这个名字 就是得很跟天才是画上等号的 看了这个纪录片才知道说 其实他的整个 不管在小时候到青少年或求学过程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是有一些差异 可是好像也面临着一些类似的困扰 那首先想起家老舍就是 爱因斯坦他其实开启他对于科学的兴趣 是小时候他爸爸送给他一个指南针 那我们小时候其实也都拿过指南针 可是却造就了这个爱因斯坦 他一个特殊的一个 开启了他想要学习科学的历程 那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为什么指南针对他有这么大吸引力呢 我不晓得主持人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记得 我自己是已经不记得了 我相信多数人也跟我一样 就是不记得这个人生头一次看到指南针 那个时候的情景 那爱因斯坦他在字传里头 还特别提到这一段 就表示说他这个现象是对他来讲 是一件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你在你拿手上拿一个指南针 那这个指针呢 在没有外物去碰触他的情况之下 他居然会一定朝一个方向 指向一个方向 那这件事情爱因斯坦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平常我们要让一个物体 朝向一个特定方向 你要用外力去推它嘛 一直叫调整 对 要去瞧它嘛 可是我们这个真空空无一物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素 使得这个指南针 你即便把这个指南针 这个盒子转一个方向 可是指针永远会转回去 永远会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他就觉得这事情是很奇特的 是很有趣不可思议的 那这就表示说他有过人的观察力 他有很强的好奇心 那这些都是造就他未来成功的 很重要的因素 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是 对 真的是听老师一提醒 我们小时候到底第一次拿到指南针 那是什么的情景 完全想不到 而且也都观察到那个现象 可是我们就放下了 可是他会把这个问题一直去思考着 这真的是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 那他又是在什么时候决定 他将来要当一个科学家呢 这个事情他自己有很明确的说明 他在七十岁左右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自己说这个就像是 我的富文的一个记录 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要把他的生平做一个交代 我想他大概知道说 世人很好奇于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那他在这个文章一开头 他就讲了这个过程 这个故事 他自己说他在约略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自己讲 他就已经相当成熟了 他已经体认到 人类为了填饱肚子 要去参与那个很严酷的竞逐 很严酷的竞争 我们在社会上你要有个职业 你要去赚一份薪水 要赚钱 要参与很严酷的竞争 他知道这个很残酷的 所以他说 对一个有头脑的人 他一定要另外寻求心灵上的满足 那一般人心灵上的满足 会从宗教的方向去寻找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西方这个宗教 在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比东方一般来讲是要大很多 所以在学校有宗教课 他说这个 他自己就是一旦为了 追求心灵的满足 他第一个寻求的 这个心灵的慰藉 是在宗教这个上面 所以他说他有一阵子是非常疯狂于宗教信仰 那虽然他父母亲都是犹太人 可是他家庭倒是没有给他很多的这个宗教上的指引 所以是等于他全然为了求自己的心灵的一种寄托而走上宗教的道路 但是他说他就在这个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读到了一套科学百科书籍 他知道说原来这个宗教课里头所讲的许多关于宗教书籍上面的记载 上面所讲的事情不是真的是假的 也就是说他学到了一些科学所计数的一些关于宇宙的一些事情 一些故事 推翻了他以前从宗教课上面所学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这个醒悟到说原来学校所教的一些东西有些是会骗人的 所以他说他一辈子就开始养成了就是不遵循权威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可是你如果不接受宗教 那你的心灵寄托应该又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那他说他发现这个当然也是我刚才讲 他把他脱离宗教乐园的是这些科学的书 他说他在这个从科学的书里头认识了许多的人物 他说这些人物这个都是奉献于科学 而这个科学在处理的是一个这个真理 关于大自然的真理 他发现说这个是极为迷人的 他愿意追寻他在书籍上面所读到的 我们可以讲说 也是我们在科学书籍上读到的科学巨人或科学文人 像牛顿像马克斯威尔 他说他就把这些人当成他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他就从宗教乐园转向去追寻科学的真理 他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走上科学之路 他走上科学之路虽然是辛苦的 可是因为有这些好朋友 然后他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愿意去思考这些科学问题 包括也许我们这个一开始提到了 他就是喜欢去想说到底这个空无一物的真空中 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指南针永远朝上一个方向 像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立志成为科学研究者 是在年纪我们今天来讲算是说小学 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立志奉献于科学的这个之路 那所以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或者是他这样子对于看待科学的态度 他在求学过程想必是很辛苦吧 没有错 我刚刚已经提过说 他从这个过程 从宗教转到追求科学真理这个过程 让他了解到说不可尽兴权威 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 他自己是一个事实上以成绩而论 他是一个相当好的学生 考试来讲不是能够难得 倒不会难倒他 尤其是数学跟这个物理化学这些科学课 他的语文成绩是比较弱一点 也许因为你有尤其是学这个外文像法文 他的成绩就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一般来讲 他是一个成绩不错的这个学生 但是呢他在学校这个求学的过程中 曾经他有一位老师给他一个评语 说爱因斯坦你坐在教室里头 你光光坐在教室里头 就影响其他同学对我的敬意 所以这个是表示说 他是一个独立自学的学生 虽然在这个在学校里 他自己也讲 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实验室去做这个实验 所以他追求科学 我刚讲因为有他的那个原先的一种 一种领悟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追求上这些 接受这些科学教育 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驱动力 内在的驱动力 并不是因为说老师强迫他要 学这个学那个 他才去做那些事情 他不是为了考试念书 他就是为了乐趣念书 没有错 所以他在学校并不是一个老师中 心目的心目中的一个乖宝宝 不是一个乖学生 可是这不是表示说 他是一个坏学生 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奇特 有自己组建的一个学生 是 那其实对于他对于权威是如此排斥 那像我们知道说到了男生 到长大了就要去当兵 那他又怎么样对抗了这样子的体制呢 他自己曾经讲过说 他小时候看见这个德国的军人 在街上这样子歧步的行走 我想这个这种景象 就是这个盛壮的军威这样的景象 可能对很多小男生 是产生一种崇拜的一种心情 可是不是爱因斯坦 他说他看见大家这样子 很规规矩矩 像机械人的这样子前进 反而是排斥他的 所以他在这个十七岁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 他就放弃德国籍 因为他就是为了避免服兵役 这个中间当然有些过程是因为 他父亲其实是一个生意人 一个商人 是一个自己开一些小的机电工厂 这个做一些产品的一个生意人 可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 所以他父亲在他念中学的时候呢 因为生意失败 举家搬到这个意大利米兰 那刘他一个人在德国中学念书 可是德国那种很有 秩序的学校的生活呢 他又是不能够适应的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学生 他不是要受人家这种高压的 权威方式 教育方式的 不适应那样子方式的一个学生 所以他就没有征得他父母亲的同意 就自己辍学 跑到回到这个意大利 跟他家人团聚 他父亲也很惊讶说 你这个德国这个中学没有毕业 没有文凭 那你怎么这个 对不对很担心吗 是啊 所有的父母都会担心的 所有的父母都会担心 那他跟他父亲保证说 爸爸你不用这个操心 我对我的这个未来是很有把握的 他相信他即便没有这个 德国的中学文凭 都能够考上大学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一方面放弃了德国的国籍 所以他就不用再服德国的兵役 另外他在16岁的时候 就跳级 因为他没有德国中学的文凭 他跳级去考这个瑞士理工学院 去考瑞士大学 那结果考试的结果是 没录取 就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倒不是树里的成绩不好 而是这个语文科成绩不那么好 但是那个校长 那个大学的校长 欣赏他是一个人才 所以建议他说 你到这个瑞士 一个中学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学 叫做阿劳中学 你再去那边补修一些课 那么我们明年 我们会让你入学 所以果然他在这个16岁17岁的时候 到阿劳中学念了一年 他自己讲说那一年他念书念得非常快乐 因为那个瑞士的那个学校的教育气氛 是比较开放开明的 就不像是德国那样子很规规矩矩的 所以他念了一年中学之后 在瑞士补了一年中学的课之后 他在考试就很顺利的进了这个瑞士理工学院就读 那想到他在大学生涯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学习的环境 他在大学生涯应该会过得好得多吧 没有错 他在大学是比较自由 可是他也发现说 他原先这个 就自己透过自行阅读 读到了说 当时有一些物理一些很新的进展 像马克斯威尔的这个电磁理论 学校老师没有教 当然我们今天电磁学是 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 已经是很平常的这个大一大二都会念到的东西 可是在一百多年前 安萨是1879年这个诞生的 所以在十九世纪末 虽然那个时候马克斯威尔的理论 已经出现了有几十年了 二三十年以上了 但是其实还没有变成是学校的正规课程 因为终究那些电磁理论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他就自学 就自己念 他自己喜欢念的那些学问 电磁学 统计 热学 这些的 可是这些 他念这些科目 不见得帮助他能够毕业 所以他在考毕业考的时候 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国斯曼 这是他的贵人 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讲到 国斯曼在别的场合又帮助他 国斯曼把他的上课笔记 借给他这个K 所以他用心读了国斯曼的笔记 这个一段时间之后 才考过这个毕业考 那我自己曾经 就读到这段故事后 曾经想说 我哪一天要去看一下国斯曼的这个笔记 你听说国斯曼这个笔记 放在瑞士的这个图书馆收藏起来 这个要去瞧一下说 当时这个艾伞是正在这个20岁 21岁的时候要大学毕业 曾经很用心读过的这个笔记 是个什么样子的模样 所以他在学校是一个自学的学生 那么这个还好有贵人相助 所以算是很顺利的毕业 而他在大学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交了女朋友 他这个同班六个人里头 唯一的一个女生成了他后来的太太 叫做米雷吧 就是班上出现这一对的时候 是原先是有一点让人家不懂 就是说爱因斯坦到底看上他哪一点 倒不是说他漂不漂亮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那个时候爱因斯坦 他的同学都同意说是一个有魅力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连爱因斯坦的妈妈当时是反对爱因斯坦跟米雷吧 这个在一起的 曾经爱因斯坦跟他妈妈谈到这段恋情的时候 他妈妈妈还 这是根据爱因斯坦的记录 还嚎啕大哭 这么反对 所以爱因斯坦是要抗拒家庭的反对 才这段恋情才能够走下去的 那不过这个在爱因斯坦能够自己经济独立之前呢 这个因为他妈妈的反对 那的确他也没有办法这个抗拒 他跟米雷吧在一起终究是在他大学毕后 经过一段的困顿的这个日子之后 在瑞士专利局找到这个一份稳定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之后 才正式的结婚的 其实以爱因斯坦他对科学这样子的一个热情 他理论上应该继续留在学校去做研究 怎么会去走上求职的这条路呢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愿意的 因为他找不到死 本来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的确希望留在学校当助教 但是因为老师不特别欣赏他 老师欣赏其他这个表现更 成绩更好笔记做得更好的 例如说像格斯曼这样的学生 会留到学校那他没办法 所以他就只好外头自己去四处谋职 可是都一直不顺利 所以在那段时间他的确是非常的沮丧 那没想到这个 又是他的这个同学格斯曼帮助他 他透过格斯曼的父亲在这个瑞士的专利局找到一份 一份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 那他很高兴终究能够找到一份有收入的职业稳定下来 那这个就这段时间他事后回想是他这辈子很快乐的 瑞士专利局10年代 怎么说呢 我们会觉得那个工作对他来讲实在太简单太无聊了 可是那个空闲时间好像对他来说反而是很好可以运用的时间 没有错 所以他在瑞士专利局的这个 时代呢他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有些朋友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 他的朋友会到他家 大家一起吃点起司喝一点红酒 然后就是聊哲学科学文学无所不聊的这些问题 他们自己还自称所组成了一个叫做Olympia学院 那等于说是年轻人的纯真年代 大家不在意这些 因为大家都是业余人士 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些学术圈内勾心斗角的事情 其实安闪是晚年非常怀念 这个他跟同学 就跟这些朋友们 这个在白天各有各的这个职业上班赚钱 可是晚上能够在那边自由的聊 这些物理科学问题的这个年代 那他在专利局上班之后几年就到了 这个大家所知道所谓叫做奇迹年 就是1905年 那那一年他连续这个推出有五六篇文章 那每篇文章我们今天事后回来看 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一个文章 例如说三月份他提出了第一篇文章 是提出光亮子的这个假设的文章 也利用光电效应来验证这个光亮子的假设 那这一篇文章让他获得诺贝尔奖 很多人以为说爱因斯坦最有名的工作是相对论 他拿诺贝尔奖大概是因为相对论 其实不是 他拿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光亮子的这个文章 那第二篇文章是谈布朗运动 那这个布朗运动证实了原子的存在 那这个其实即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人类科学家早就认知到这个原子分子的存在 可是在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那化学家当然是毫无疑问都已经接受 从物理的角度要证实它的存在 倒也不是那么容易事情 而爱因斯坦就透过布朗运动 来说明的这一点 那么第三篇文章就是著名的 狭义相对论的这个文章 这里头当然有故事 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讲 那第四篇文章就提出著名的 1等于mc平方的这个公式 这个当然是20世纪最有名 最简单就写出来 大家都认得的 大家都认得的这个公式 而对后世也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质量 一点点的质量就可以转换成很大的能量 那这个是毫无疑问 是最大的这个发现之一 所以他在专利局的时候 作为一个业余的科学爱好者 或业余科学家 居然能够这个表现的比 其实事实上没有专业的 这个科学家能够比得上的这个成就 所以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是 而且我们真的看到说 原来一个业余的科学家 当他对于一个问题 有这样子钻研的心 其实他的成就完全不亚于 一个专业科学家呢 没有错 回顾他前半时 我们会发现爱因斯坦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年轻人 他对于问题的这个追寻 有他相当的热情跟执着 这个好像是在我们目前的 教育体系里头 比较不容易见到的 那您现在自己本身也是魏老师 那就这个部分 您自己的看法呢 爱因斯坦在15岁的时候 就曾经问过一个很奇特的问题 他说他想象 他如果以光速前进 他会所看见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电磁坡是以光速前进 所以他在15岁就问说 如果我也能够以光速前进 我所看到的电磁坡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是 一般人是想不到问 不要讲一般人 就是专业的物理学家 也没有想到去问的 而他会去问 那这就是一个最神秘的事情了 他为什么他会问 而我们其他一般 连看到这个问题正常的 这个科学家想不到去问了 那这个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答复这个问题 就是他就是为什么他是天才 总之他在15岁的时候 就已经思考这个光速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从15岁到他26岁 提出狭义相对论 我们算一下 中间隔了11年 所以狭义相对论 不是说他一夕之间提出来 而是他酝酿了很久 而终于到1905年 他26岁的时候 这个得到一些这个灵感 另外就是他一旦有了问题后 他紧抓这个问题不放 而这个能力 这个专注力也一样是过人的 你看这个问题 他放在脑子里头有11年 我们常常就说 你这个问题你想不出来 你可能隔夜就放下了 结果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他奇特之处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来跟我分享 在下一集 一定要好好听听老师如何 来跟我们解释狭义相对论 那我想爱因斯坦的理论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是不容易了解的 可是光是从 他从小到大 对于这个问题 答案的这种追求 这种热情 这种专注力 我想是我们任何人 都应该要学习的 是的 感谢老师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式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